关于我线下撸狗撸到实验犬这件事 起因是一只笔格犬的主人 问我要不要来撸笔格大魔王 然后给我发了一张大魔王的照片 哟哟哟 我还没见过笑的这么甜的笔格犬 去 必须去 它叫不丢 是一只年龄不详的笔格犬 是不丢妈七年前捡到的流浪狗 因为不想让它再走丢了 所以起名不丢 看过我笔格犬视频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笔格大魔王是超级吃货 为了一口吃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我就拿着零食各种豆不丢 我突然发现不丢的耳朵上似乎写了一些符号 凑近一看 是数字编号 原来不丢是退役实验犬 瞬间让我肃然起劲 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什么是实验犬 它们是命运最悲惨的笔格犬 从小便被选中成为实验用犬 几乎从没见过阳光 也没见过草地 每天不是在笼子里等待实验 就是在实验室里被迫实验 我们生活中用的化妆品 日用品 药品 甚至吃的食品添加剂 都会在实验犬身上做无数次的安全实验 确保无毒无害了才能生产 供我们人类使用 不丢作为实验犬是不幸的 但它也是幸运的 大多数的实验犬都死在了实验室中 能够存活下来的不足10% 恰好不丢就是那幸运的10% 而且看不丢的身体也没出现残疾 真的很令人欣慰 当我拿出为不丢准备的 陈氏一口N33口粮喂给它吃的时候 不丢的吃货本体再次上线 吃的那叫一个香 即使我从不丢的碗里 抢狗粮喂给其他狗狗 不丢依然不会生气气愁 这就是比克犬传承压来的好脾气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好脾气 使它们成为了可怜的实验用犬 但它们依旧选择相信人类 不丢妈得知不丢是退役实验犬之后 也为自己能有幸收养到 实验室挺过来的英雄而感到荣耀 实验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换了了当今的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 相信不丢妈一定会好好对它不离不弃 让它感受到世间温暖